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几天去华盛顿DC 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了个笑话 说了一个中国商人 进来他以后就跟他吹说 最近刚刚在大西洋城和川普谈了很多事情 我这个朋友就笑话 他说川普现在的行程每一部媒体都报的出来 记者都守在川普大厦里面或者外面 那么川普如果去大西洋城的话又是一个新闻的笑话 因为川普在大西洋城可不是一个成功的案子 其实我也经常去大西洋城 我不是赌博 我也不会赌博 但是我喜欢去住那个酒店 因为很便宜嘛 然后有很好的海景 然后有时候去跟朋友聊天啊 有时候去写东西啊 那么我经常去住的一个地方其他就是川普酒店 很便宜 便宜得你没办法想象 所以川普不太可能去大西洋城这个地方 不过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地方暗示了 不是暗示了 也就是明示了 现在的每一个人都在想办法寻找自己的记忆 或者是找到自己吹牛的本钱 也就是在过去几年 他有没有跟川普的公司见过面 有没有跟川普公司有这样一种关系 就好像有一些人在 把过去跟喜拉利的见面啊 或者是在某一个常会上跟他拍一张照片啊 现在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一下而已 很可惜 这个喜拉利没有当选 现在川普当选了 其实川普的声音很广 而且在纽约 川普到一个餐馆吃饭 或者是去参加很多公开的活动 甚至跟很多人谈生意 这都是很正常的 或者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而且有时候谈一谈 吃个饭去见过面就走了 但是这个时候 因为每个人都想拿起来关系 有的是吹牛而已 有的是显示自己 跟美国现在的川普 当选总统川普 或者有某一些关系 从来是增加自己跟别人去谈生意 或者是争取政治本钱的这种一种机会 不过有一个人 并没有这样的圈牛 至少当时候没有这样的圈牛 现在被纽约时报挖出来了 这个人就叫吴小晖 吴小晖我们都知道 他是安邦集团的老板 那么也有人说 他在过去一年间 不是一年间 是几年间 在国际间进行这个监并 集中监并的最著名的一个案例之一 就是监并了 纽约的一个地标性的酒店 叫华尔豆腐酒店 那么这个监并呢 是外交抽筋去想去了解这个人 那么慢慢就挖出来 就知道 他是一个温州人 我们知道温州人在中国是非常厉害的 出商人的一个地方 那么他呢 是郑小平的孙女席 叫卓妍 卓是卓片人的卓 也就是卓妮的卓 郑小平的妻子叫卓妮 那么他有一些后代的人呢 就是以卓妮为信 而不是以郑小平为信 而左眼呢 嫁给了这个吴小辉 吴小辉第二分 那么也有人说呢 实际上他们已经离分了 然后呢 这个 而且这个 左眼呢 有一些小道消息说呢 还是一度就是伤心也好 失望也好 还要去家去当年孤 但是这些东西是没有经过证实的 但是有时候这种八卦消息 会增加我们对一个人的了解 所以八卦消息它具有一个先后的生命力 大家也希望通过八卦消息的了解名人的这个动向 当然这个左眼的 和这个吴小辉之所以能够结合其中一个很关键性的人物 就是陈毅的这个儿子叫陈小龙 那陈小龙也是安邦集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成员 甚至有人说如果没有陈小龙的话 就不会有吴小辉这样的一个成功 当然这个新闻闹得很大 但是后来也不了了事 但是有几点是肯定的 就是吴小辉具有巨大的资金能力 有人说他有2850亿这样一个身价 一个资产 虽然他的公司的股权借口 波索米尼 很多人并不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公司 因为他的拒财公司 纽约时报去查过 如果你们上网去查一查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几乎可以说是毁一所思的这么一个案件 也有一些传说呢 说这个吴小辉的资金呢 来源是有一些问题的 涉及到有一些太子党的交易 涉及到有些国有企业的资金 也涉及到一些保险公司的银行的一些资金 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经过任何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的认定 只是一些媒体的报道 或者说是一些网上的流传 这些东西都不能上诉 但是真实的是发生了一个事情 在11月16号 也就是在这个吴小辉收告的这个华尔道夫酒店 他跟有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见面了 这个小伙子36岁 是一个来自于他的祖先 或者是他的家人 是来自于德国的一个犹太人的后裔 叫库什拉 中文翻译成穿过的库 什么的省 然后那是凡尔那的蜡 那么跟这个小伙子的见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 因为就在一个星期以前 就是11月8号 有一个美国的商人成为了美国的总统 当选了美国的总统 而就是这个小伙子的岳父 川普 那么美国的媒体 或者稍微了解一下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 川普成为美国的总统 简直是毁于所思的事情 而在毁于所思的过程中间呢 这个库什拉扮演了官义性的角色 这个殷重的小伙子 是这个川普的前妻的女儿的这个丈夫 她是这个哈佛大学毕业 而且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个家族企业的CEO 就是以她名字为命名的一个CEO 那么呢 她是川普团队里面的最核心最核心的成员 你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川普和这个 接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一通电话 中国又表示抗议 中国驻美国的大使蔡定凯 就要去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 美国政府怎么去转大中国政府的抗议呢 他们不是找到川普的安全团队 而是找到川普的这个女婿 所以这个女婿的这个混量非常重 重到什么程度呢 她曾经把一个非常支持川普 也是川普核心团队里面的一个重要人员 听说给赶走了 这个人就是新泽西州的州长 但是她为什么赶走她呢 因为这个新泽西州的州长 曾经把川普女婿的父亲进行了起诉 这样的话结下了世仇 所以她坚决不让她进入川普的团队 所以有人还说 这个人将会在未来的白宫里面有一席之外 甚至可能说她的重要性一点都不雅于 其他什么国家安全顾问啊 什么国务卿啊 或者是参谋长联系会主席啊 或者是副总统 但是对于她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美国也有很多的争议 因为她是一个不仅仅川普自己本人是具有巨大的财产 而美国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总统 拥有这么多的财产 而且不但拥有财产 而且她的商业的网络是非常的复杂 那么这一种复杂的商业网络 和她本身作为一个总统的行使权力 有什么样的冲突 这个要怎么理清楚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法律问题 同时的也是一个敏感的公众话题 弄不好会伤害到川普的作为总统权力的行使和她个人的形象 那么如果她要用自己的语气 在这个未来的她的团队里面扮演一个黑心性的决策角色 其实也是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她应该是继续成为一个商人 这个商人和这个总统权力之间 有没有一个隐性的关系 这都是以前可能没有发生的案例 那么这样涉及到很多的法律上的纠葛和争论 听说川普自己的团队也在历史在很认真的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她的女婿也是在很认真的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 当时刚刚川普在当选 所以他们这种犯使吴晓菲非常的激动 为什么吴晓菲非常激动到什么程度呢? 说他们是在华尔道府的中餐馆的包装人员吃的饭 出去了以后 吴晓菲居英语英文说 I love you 吴晓菲并不太讲英文 可见她的那个情绪就非常的激动 因为这个时候 一个中国的商人能够跟川普最信任的一个人 来进行吃这么一顿饭 那就是有无限想象的未来 那当然跟这个小伙子有关系的人 其实中国的人也不少 像阿里巴巴的马荣 像原来一个新闻集团的老板 前妻郑文迪 他们都是认识的 当然认识并不一定等于关系好 关系好并不等于做生意 做生意不一定跟政治权力 连接在一起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这么一个家族成为了美国的第一家族 第一家庭 那么跟他所有的关系 都会给外交无限的想象 但是吴晓菲 他们当时吃饭谈了什么呢 也许是亲身的聊聊天 也许是叙叙旧 但是媒体的披露说 很有可能跟我现在站在后面的房子有关系 你看这个号码是666号 在曼罕顿的第五大道上面 666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极力的数字 而这么一个大楼和吴晓菲 有拥有的华尔豆腐酒店 竟然隔了一个Madison大道 那么离中国人很熟悉的时代广场 也就是十条街 离川普的也没有几条街 那么离中国人很熟悉的另外一个街 叫57街也是很近的 因为这个房子就在52和53之间的第五大道上面 但是这个房子要干什么呢 是川普的女性想觉得自己要存置政治工作了 不想去在经商 把这个房子长去交给吴晓菲 还是为了去合作开发这个房子长的项目呢 并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库斯拉他要去白宫的话 那么他就应该尽快跟他的商业关系有一个分离 也许资产 当然是他的 他没办法公益化 但是呢 但是呢 建议的团队呢 是另外一些人 所以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合作方案 是双方合作的开发 这个曼罕顿的某一些地方的房地产 还是呢 这个 还是呢 他想把这个 可能产生纠纷和麻烦的 法律纠纷和麻烦的东西交给吴晓菲 但是有一点 是肯定的 不管 你叫什么名士 你叫川普也好 李普也好 王普也好 这不是中国 我 一切都在阳光之下 网络上可以查得他们合作的资讯 未来的法律上也有无限的有可能追溯你的可能性 当然媒体也可能随时跟你曝光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认为 认识第一家庭 可能是你的荣耀 但是有时候 你认识第一家庭 恰恰是你麻烦的开始 或者我们知道 在柯林顿当总统的时候 那么呢 就是有一些中国商人 就跟中国的政府就去年上关系 就显示他呢 跟柯林顿有某一些某些关系 但是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 当时候的检察官已经在调查他们跟柯林顿的关系 是不是涉嫌到了 帮助川普呢 帮助柯林顿进行成为总统 所以后来这些人反而被呢 美国的司法机关来进行纠正 所以总之 美国的商业游戏 美国的政治游戏 跟中国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尽管如此 中国的媒体 由于这个故事 而亢奋起来 所以有好几个媒体就说 要我进行评论一下 其实我也没有太多好评论的 因为 这个故事还刚刚开始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就能够记住 我们下一次 看到了 我们下一次 最终的 一天 我们下一次 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